曾没见过这么多次的富二代 为了寻求刺激 他带着一群手持突击步枪和机枪的雇佣兵 来到了这座印尼最危险的小岛上寻宝 传说日本在二战时期 曾把大死搜刮的钱财存放在了这座小岛上 这么多年来 想要得到岛上宝藏的人数不胜数 尽管富二代请了一群雇佣兵 但刚登陆小岛 他们就遭到了另一批雇佣兵的追杀 众人慌忙 偷偷开枪反击 可他们不占据地理优势 完全被敌方火力压制 逼不得以下 众人只能进入一个洞穴暂时躲藏 不料这时 敌人丢来一颗手雷 仅意外炸开了 埋藏多年的地下宝藏库 这真是因祸得福啊 只是不知 这福他们有没有那个命去想 这里面阴气森森 先空的木桥伤有不慎 就会掉落下去 更何况 他们还带着个被炸伤的队友 此行简直艰难重重 他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平平这时 果然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 就连藏宝的洞穴里 都在时刻播放着宣传战争的歌曲 不过想想二战时期 日本敢和14个国家打仗 似乎这点操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众人继续往前走 他们看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到处摆放着瓶瓶罐罐 这可不像是有宝藏的样子啊 像个生化实验基地还差不多 雇佣兵们感觉不对劲就逼问富尔代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尽事情没法再隐瞒下去 富尔代请来的日本学者 只能告诉大家真相 原来这里是日本731部队的 卫星操控容器 731部队专门做医学研究 而他们做的是令人胆寒且不耻的人体生化实验 日本拿活人做神经毒气和细菌实验 试图把人体打造成一支精良的武器部队 很多人都知道这其中的可怕之处 所以即使清楚这里有宝藏 他们也不敢踏足分毫 只有像富尔代这样要请不要命的 才敢请一群雇佣兵来寻宝 现在他们的出口被地雷给炸毁了 离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另寻出路 可惜他们才把伤月安顿下来 怪事就突然发生了 日本731生化实验室发生了一桩怪事 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竟在原地突然消失了 看到床下有个大坑 雇佣兵的同伴想跳下去找他 他们下去了两个雇佣兵和一个日本学者 可这下面分叉口太多 没多久 学者这边就和另一个雇佣兵走散了 这时学者看到前方有个人影 他连忙打着手电筒爬过去 不料这人就是他们失踪的队友 他已经死了 身上血迹斑斑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啃了一样 察觉到这里有危险 他们立马打算跑路 谁知下一秒 当学者和雇佣兵终于醒来时 他们已经被蒙灭人绑进了一个房间 雇佣兵听不懂蒙灭人几里呱啦的话 但学者却一下听出来蒙灭人在说什么 他说的是日语 蒙灭人竟是个日本人 雇佣兵见状三两下把蒙灭人打倒 并逼问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在雇佣兵的逼问下 蒙灭人说出了这里的过去 原来蒙灭人的身份 是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官 他在这个洞穴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死 因为他和其他军官一样 都被进行了人体实验 他们是第一代改造人 虽然面目猙獰了点 但他们获得了不老不死的能力 而后来 他们还优化了药剂 并做了第二代的改造人 第二代改造人在他们的基础上 增加了战斗基因 他们只会杀戮 说一句战斗机器都完全不为过 现在那些战斗机器就藏在洞穴的最深处 如果有人打开那扇门 那等待他的 将会是不死不休的追杀 蒙灭人一直期待着 他的日本帝国胜利归来 可学者直接拿出了 日本战败投降的视频 打碎了他的美梦 得知自己国家打输了 蒙灭人伤心欲绝 而比他更伤心的 是和学者他们走散的那个雇佣兵 因为走错了道 他不仅没找到自己伙伴的尸体 还进入了第一代改造人的老巢 毫无意外的 他很快就遭到了改造人的袭击 他的枪被夺走了 眼睛也被后面的改造人给弯了出来 看不见的他 就算逃出手枪 也无济于事 听到周围的脚步声越来越多 他干脆放弃了抵抗 这里是日本用来做人体生化实验的基地 尽管过去了几十年 墙上依然还挂着一具被解剖的尸体 尸体已经成了一具干尸 可从他不完整的尸身来看 不难想象他生前遭受了多大的折磨 富二代还以为这里藏着一座金库 殊不知外面传言中的金子 都被这七三一部队用来制作药剂了 吃一瓶药下去 就能让人变成和外面那群怪物一样的 不死之身 富二代的女友看出了药剂的价值 便偷偷拿了桌上的一瓶药放在身上 他们刚才遇到了一群赶造人 在缠斗过程中 富二代受了伤 女友想着要是富二代撑不下去 就给他注射这支药剂 旁边的两个雇佣兵 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 都被后面的门给吸引了 他们想拉开门看看 里面有没有离开的出口 不料当门打开时 眼前竟是一排排战斗武器 玩独自了 这些战斗武器被唤醒了 子弹在他们身上毫无杀伤力 他们一醒来 就砍死了最前方的一个雇佣兵 接着又戳死了另一个 剩下的三个 健壮赶紧跑路 他们把战斗机器关起来 可关得了一时关不了一世 他们三人一路疯狂逃命 兜兜转转 竟又来到了第一大改造人的脑巢 看着队友被啃得残缺不全的尸体 三人的心里是崩溃的 这时 一大群改造人也冲了出来 他们还为吃饱 需要再给自己搞点食物 改造人对他们搭出了攻击 但经历了战斗机经过 改造人在他们面前 就有点不够看了 三人迅速解决了改造人 并逃离了这里 他们找到了一个洞口 谁知一出去 就差点没了小命 好在 他们终于和日本学者会合了 这下 三人变成了五人 外加一个刚知道 自己国家被打败了的 日本改造人军官 他们大眼瞪小眼 谁也没看到富二代的女友 正把神话药剂 注射进富二代的身体里 当他们发现这一幕时 已经为时已晚了 这女友的智商也是挺感人的 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 因为那些战斗机器 已经从地下钻了出来 他们见人就看 哪怕是和改造人军官 他们也照看不误 众人赶紧逃命 可他们逃出来后 又遇到了改造人的袭击 频频这时 那智商不太高的富二代女友 还阴了他们一把 他拖着富二代进了安全区 然后转身把门关上 让他们众人在外面受死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和富二代要离开 这个鬼地方时 富二代竟然开始变异了 富二代女友彻底凉凉 而与此同时 洞穴里的两个雇佣兵也凉了 他们之间只有女学者 顺着地下通道逃了出去 可他刚刚有上岸 就被追上来的战斗武器抓个正着 战斗武器抓着他看了眼身后 更多的战斗武器也游出了水面 完了 BBQ了 团面了